大家好,我是Stan NCT成员Mark Chani-Toyang 对于直播中的失误上传了道歉文 昨天,韩国基州岛发生了4.9的地震 岛上感受到了强烈摇晃 紧急灾难通知的短信也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 而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回归直播的NCT成员们 在收到紧急灾难通知后 一开始,成员们以为是有关疫情的通知就说了 可能是来了注意疫情的通知 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但是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告知是地震通知后 大部分的成员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个时候,成员Toyang突然开口说出了 这次专辑的收录曲《二次窥客》 接着,成员Mark哼了一小段这首歌 成员Chani则是站起来跳了舞 慌张的其他成员马上就说了 不可以开玩笑,要注意,制止了他们 但是,这些画面已经透过直播播放出去了 这件事情,马上就在各个论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指责的网友们也非常多 甚至也登上了新闻的社会版上 在直播结束没过多久 马可恰尼Toyang马上就在各自的埃及现实动态上传了道歉文 成员做出了轻率的举动 会好好反省,以后会更加谨慎行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对于基州岛民来说,应该是非常恐怖的瞬间 竟然把这个当成是宣传手段,真的很生气 换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在美国直播听到龙卷风灾难通之后 唱了有关龙卷风的歌 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唱了有关地震的歌的话 那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就上传那种道歉文 应该是公司要发出官方道歉文吧 道歉文为什么上传到埃及现实动态呢? 只是反省24小时吗? 幸好没有发出人命伤害 如果有人受伤或者是房屋倒塌的话 真的不能道个歉就结束了 一定要有警惕心 然后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看直播的时候也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 是很轻率的举动 但是马上就道歉了 以后不再这样就好了 虽然三位成员做了不适当的举动 但是马上道歉了 其他所有成员们也都有阻止 希望以后能好好反省 不要再犯同样的失误了 然后我看到有部分网友们说 在受到地震通知的时候 成员们是以嘲笑嘲讽风的感觉 做出了那些行动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事实 不管怎么样 做错的还是做错的 三位成员们这次的行为 确实是非常不适当 希望成员们以后能够谨慎一下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下个消息是 原本预定12月14号出道 却因为工作人员的确诊 取消了2021妈妈颁奖典礼 宣布延期出道的新人女团Kipula 昨天又有两位成员 沈小婷-Mashiro 传出了确诊消息 所属公司表示 在定期进行的PCR检测过程 沈小婷-Mashiro出现了阳性反应 目前没有发烧 咳嗽等症状 其他成员们以及工作人员们 都收到了异性通知 目前Kipula取消了所有行程 希望成员们能早日康复 2022年1月3号能顺利出道 下个消息是 二代人气男团2PM成员 黄山层要当爸爸了 12月15号 产僧在IG上传了手写信 宣布结婚以及未婚妻怀孕的消息 并表示 我有一名交往很久的女朋友 从退伍后就想要准备结婚 只是先生命比预期来的还要早 快的话明年初应该会结婚 虽然现在还是需要小心的怀孕出气 但是还是想要先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然后除了喜讯之外 前层也表示 与JYP的合约将在2022年1月到期 透过与公司的沟通决定不再续约 公司爽快的表示会应援我的未来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但是希望粉丝们不要太担心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恭喜恭喜 负责任的样子很帅气 二代团是到了该结婚的时期 从来没有发生过绯闻 与一般人交往很久后结婚 真的看起来很好 我觉得不管是男女 只要不是在第一次合约到期前结婚的话 都没什么问题 想到年纪的话 也当兵回来了 也在准备结婚 所以能够理解 只是没有续约的事情更让我受到打击 想要长久看到2PM 会跟Octagon一样 办公司后也能继续以团体活动吗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虽然说情况有点不一样 但这也是爱豆在结婚前就怀孕了 反应相差这么多 也真是双标 对于2PM产生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